最近三年来 中国政府在煽动人们对新冠病毒的恐惧上 可以说是动用了相当大的宣传力量 以证明大规模隔离频繁的全员核酸检测 以及对十多亿人进行流调追踪的正当性 随着当局现在开始改变应对新冠病毒流行的做法 政府面临着如何淡化民众对新冠病毒恐惧的任务 直到上个周末各地爆发抗疫活动公开反对严格的新冠清零政策之前 中国政府的官员和官方媒体还一直在强调有关此次疫情最坏的医学消息 他们还长篇累读的报道其他地方 尤其是美国 因为新冠病毒遭受的大量死亡 还有长达数月的呼吸道系统症状 认知障碍以及其他相关的后遗症 中共官方的报纸人民日报在11月15号的时候警告说 任何放松防疫措施的做法都将危及中国人民的生命健康 放松防疫势必令易感人群感染风险加大 就在一两周前 主管政府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的副总理孙春兰还说 应检尽检不落一人 但随着地方政府现在着急取消核酸检测 开始拆除路边的临时检测点 孙春兰也在上周三改变了说法说 随着奥米克戎病毒致病性的减弱 我国疫情的防控面临新形势新任务 中国在遏制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响应上 面临着一个充满挑战的时刻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传递信息的混乱造成的 政府没有能够采取许多行之有效的公共卫生措施 比如说积极推动全员接种疫苗 使得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中国有许多民众可能受到伤害 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本人也曾断言 社会需要为阻止新冠病毒传播做出牺牲 他曾经在今年6月说 宁可暂时影响一点经济发展 也不能让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受到伤害 过去几天里成都广州天津北京重庆和深圳 都已经陆续取消了要求居民乘坐地铁 或进入许多公共场所所必须出示的核酸阴性证明 一些社区居委会也已经开始允许感染的居民 在自家进行隔离而不是把他们全部转运到大型体育场馆 或者是所谓的方舱医院进行隔离 然而要减轻数百万人尤其是老年人对新兴冠状病毒的恐惧的担忧 对中共和官媒来说是一种非常大的挑战 让这项工作变得更为复杂的是 中国的领导人长期以来都不想让中国的民众看到 他们是受到公众的愤怒影响而改变策略 虽然中国官媒的报道已经转向 但将中国的公众舆论引向新的方向绝非意识 中国仍然有许多人害怕新冠病毒随着国家陆续开放 他们甚至可能都不敢出门买菜 这可能会给经济带来进一步的损害 有鉴于此分析人士说中国不会在明年三月前全面开放 投资银行高盛就在12月4日的一份简报中指出 尽管中国不少地方已经放宽了防疫政策 但是这并不能被认为是中国当局已经抛弃了动态清零政策 他们认为这是中国政府正在为全面放开做准备 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也正在试图将防疫措施的社会成本 与经济代价降到最低 这些准备措施将持续好几个月 并且会遇到不少的挑战 在引燃近期中国各地抗疫浪潮的新疆首府穆鲁木齐 当局宣布从12月5日起重新开放商场集市餐馆等公共场所 从而结束了连续几个月的封控措施 今年春天封控两个多月的上海市也在12月4号宣布 从12月5号起民众坐公交时不再需要出示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而在北京官方则取消了购买感冒药需要实名登记的制度 北京各区政府也陆续宣布说 核酸检测呈阳性的人也可以选择居家隔离 在政府固执的坚持清零时 中国弱势人群接种疫苗的情况却进展十分缓慢 根据中国政府11月底发布的数据 全国60岁以上老人完成接种两针疫苗的比例是86% 但是第三针加强针接种率却为68% 但是80岁以上老人接受两针的接种率仅为66% 第三针也就是加强针的接种率更只有40% 作为对比德国60岁以上老人接受第三针加强针的接种率已经超过85% 中国国务院已经在11月29号表示 接下来的工作重点将是努力提升老年人的接种率 接下来的工作重点 接下来的工作重点